走吧 咱们去别的商店再逛我 我都累死了 哪儿也不去 这个地方啊 什么都买不到 不开心 好了 小雅 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吗 二位 这么巧 这么巧啊 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们二位 是啊 这么巧 赵专言 你可是大盟人 怎么会有贤强雅致来逛街呢 你就别叫我赵专言了 我跟小雅都已经成了好姐妹了 你以后就叫我赵姐好了 小雅 这是怎么了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在这里跑了大半天了 什么都没买到 连个化妆品都没有 这是人家刚送我的 我还没打开包装呢 送给你吧 不行不行 这个我可不能收下 刚才你还叫我姐姐来着 这会儿怎么就见外了 我还有呢 你就留着用吧 不好意思啊 别客气了 行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位了 我先走了 赵姐 谢谢您了 不必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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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赵专员可真大方啊 这个是日本化妆品 在这里可是买不到的 小雅 我跟你说 以后啊跟这个赵专员 面子上过去就行了 还是不要太深地来往 为什么呀 也没什么 就是感觉 好了 咱们去看那儿吧 好啊 走 走 欢迎光临 来 谢谢 谢谢 一杯黑咖啡 好的 你今天没穿军装 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那是变丑了还是变漂亮了 当然是变漂亮了 赵组长怎么会变丑呢 真会共为人 送你的 战争论 怎么办 怎么了 眼下稽查日本献特 还毫无进展 我担心尚风怪罪下来 到时候赵组长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你担心我 我倒是很担心你 师父组长 你的亲共行为很危险 赵组长 这个罪名可是不下 你能不能跟我说是很 五部电台被你发出南京 你还在跟我装糊涂 那五部电台都是新四军的物资 不是日本特务的物资 更何况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我同情共产党 没有任何错误啊 你是同情共产党 还是就是共产党 赵组长 你怀疑我通共啊 你把我抓起来 现在就了 抓吧 别误会 我只是担心你 没有追究你的意思 好了 这件事就算了 记住 不能有下次 电台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电台的事情